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今天呢就為了要拍一個時尚類的分享視頻 主題呢就是 噔噔噔噔噔 我的冬日之愛主題 呃? 噔噔噔噔噔 跟我的冬日之愛帽子分享 然後其中呢也有一些是之前發照片的時候被大家私信問到的比較多的帽子 順便也會講一些我怎麼挑選帽子 以及怎麼把帽子戴的好看的 小心機還有技巧 第一頂要閃亮東上的帽子呢是 噔噔噔 這頂兔帽的 噔 兔毛的貝雷帽 今年冬天新淘到的 並且是今年冬天感覺最喜歡的一頂帽子 我覺得這個貝雷帽白白的毛茸茸的就特別有那個冬天的感覺 而且還有一個特別驚喜的一點 這個兔毛它竟然不掉 不會有那種什麼毛落到外套上 然後很尷尬的那種現象 在戴貝雷帽的時候呢有一個重點是 要把貝雷帽的帽顏這樣子往後去拉 一個是要給額頭留出足夠的空間 這樣既不會壓到瀏海 而且能夠自然的這樣提高路頂 並且呢它這樣往下拉之後 會讓這個虎線這樣子比較柔和的去 修飾我們的臉部線條 其實這樣這樣穿著戴貝雷帽的話 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頂兔毛貝雷帽 這樣戴的話就莫名的讓我想起 俄羅斯 戴這頂帽子的時候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 按住貝雷帽的一邊 然後去拽另一個角 讓它這樣稍微有一點傾斜的角度 這樣歪過來 會多一些這種氛圍感 我是比較傾向於 就貝雷帽下面這個部分 還是能夠相對來講有點硬挺 並且這個維度要非常合適的 之前我也買過別的貝雷帽 可能這個部分就是做的 又窄然後又緊 戴上去就會整個帽子這樣子 就是浮在頭上 就會顯得頭很大 下一個要分享的貝雷帽 也是一頂白色的貝雷帽 但是它是一個 粗線這樣針織的一個貝雷帽 我特別喜歡的是它針織的紋路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就挺特別的 會有比較多的玩法 就比方說 如果我把它這個邊邊都展開 蓋起來的話 它會變成一頂毛線帽 變得比較酷 另外呢 這個眼可以往外 這樣散上去折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 類似刮皮帽的形狀 又是另一種感覺 這頂帽子的話 我其實不一定能找到鏈接 因為它真的是我戴了好幾年了 好像是我高中的時候買回來的 所以就這樣截個圖 然後看圖識別搜一下 試試看吧 這頂暴同八角帽 是我覺得非常復古的 然後非常百搭的一頂帽子 配那種比較酷一點的外套的話 它就會變得很中性很酷 但是如果是穿的比較可愛的話 它這個也可以很甜美 而且我特別喜歡它這個面料 是那種有一點融融的 會特別有質感 戴上去之後 因為像它上面是這個八角的帽型 帽顏的距離也會比這個臉寬 所以就會視嘴上顯得頭跟臉更小 然後要分享一個我今年才開始戴的一種風格 就是刮皮帽 從可能去年前年就也有一陣子比較流行 但我覺得這個帽型是比較挑臉型 並且比較挑帽子的 是相對來講 我覺得今天的帽子最難戴的 選的時候一定是要選那種 這個帽顏它這個厚度 是能夠比臉寬的 那這頂刮皮帽的話 也是它上面的這個空間會比較足 然後相對來講會比較有形 就看起來不只是那種單純的平滑的圓形 它會有一定的褶皺 所以在視覺上看起來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顯頭大 它這個遮住前額的程度 這個多少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要調整到一個自己比較合適的位置 就讓它整體看起來 能夠比較比例協調才可以 不然的話今天就非常災難 我一般平時在刮皮帽的時候 不喜歡讓頭髮下面太翹 就我會把它夾稍微直一點 讓它這樣子就是更酷一點 但今天就來不及弄了 就先這樣吧 Shizing 這個是我在之前在國外旅遊的時候 然後在外面的商店買到的 它這一頂的話 這個顏色我特別喜歡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可能穿著大衣啊 什麼的顏色都比較素 那通過一個比較亮的顏色呢 去調色就會增加一些穿搭趣味 這個紫色我覺得如果是皮膚 相對來比較白的人戴的話 就會特別顯白 毛線帽在選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點 就是它的這個帽顏 我會傾向於這種比較寬比較大的 在這個毛線帽的時候呢 如果你看啊 如果讓它這個尖 這樣子尖出來的話 就會特別不適合長臉型 我會把毛線帽都也是這樣往後拉 去讓它整個頂看起來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往上縮緊 就會在視覺上讓頭顯得小一些 寬邊的毛線帽呢 其實它是這樣 可以把它折下來 做一個這樣雙層的帽顏 看起來也會比較有設計感 又是頂白色帽子 我在冬天真的特別喜歡白色 因為就感覺會看上去很乾淨很精神 這一頂白色帽子的話 我比較喜歡也是因為它是這種寬眼的帽子 另外一個呢 它是這種粗線的針織 像這種粗線針織 它整個視覺上會看起來比較的鬆弛 膠帶點不會容易顯頭大 也是把這個帽子去往下拉 讓它能夠這樣壓下來耳朵 就會看起來更加的有個性 更加酷一點 然後也會把這個頭髮都放到這個耳朵後面 這樣把頭髮整理好 帶的時候會顯得比較精神 好 老師我剛收攤說了一段 發現我已經忘錄結尾 然後現在整個光線已經無了 但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帽子的分享啦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要給我三連唷 再來想看的內容 也不要忘了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期見啦 拜拜 晚到晚了 大 large 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